為什麼七個那些照片都剪掉了同時照相的人 而其中有一個在御達國貿前面 卻有我的一個副總 李祖元大師和他的女朋友 還有Joe還有這些人 賀先生為什麼放這一張 放這一張是有意思的 本來昨天要說呢 我想朱一說一說 就這個照片反映了我過去這些年的一個縮影 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錢的關係 錢在人之間起的關係 利益的關係 還有一個勇敢懦弱 宗教和信仰之間的關係 還有人心啊 人心 再一個就是邪惡的共產黨如何洗腦洗了好幾代的 這個嚴重厚骨 那張照片裡帶很多這樣的信息 但是昨天他倆沒問 我也有個鴨子忽略過去了 我相信未來很多有幾位說 包括戰友們有人談到 七哥為什麼你去泰國了 你為什麼去印尼了 為什麼在印尼要打槍 而且有戰友查的照片 有個93年的照片說的 實際是92年的 那是怎麼回事 92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些有時間我都一直給大家說 明天上午我們再有個直播 那麼明天主要聊一下的就是 國內的現在這個經濟 還有俄國戰爭對我們每個人的影響 還有這個經濟對我們每個人的影響 明天就談這兩件事 因為很多戰友希望七哥聊了這個 包括特別是現在就是喜碧 你們投資的這一系列 和你們未來有什麼關係 七哥有什麼樣的看法 有什麼樣的觀點 明天談談這個